利用webcam解码 QtQr這個程式有支援webcam的讀取Qrcode這個功能 所以呢我們可以 像在用智慧型手機 掃描讀取Qrcode一樣的方式來做操作 那我們 點選了這個讀取Qrcode之後 選擇使用webcam 那接著呢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說明 如果我們要用webcam來讀取 Qrcode的話 那麼必須要在有充足的光源環境底下 那否則的話呢webcam可能因為光線太暗 那造成判斷的一些錯誤 或者甚至於呢 整個Qrcode呢因為太暗太黑了 完全無法讀取 好 那當我們發現在Qrcode的邊緣 產生了綠色的框線 那就表示他已經解碼完成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按下鍵盤的任意鍵 來進行解碼的動作 或者是呢 點一下滑鼠 也是可以看得到 Qrcode的內容 那這個地方 它是會列出 我們電腦上 所接的webcam的型號 那假如我們電腦上面有接了兩支以上的webcam 那我們就可以去 選擇我們要用哪一支webcam 來做 讀取Qrcode的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按下確定之後 webcam的鏡頭 它就會自動的打開來 那我們只要準備好 我們的這一個 例如我們的電子發票的證明連 好 我們把鏡頭移到 畫面上 畫面上 那各位現在可以看得到 在Qrcode的周圍呢 它已經出現了綠色的框線 那就表示它已經讀取完成了 那我們只要 按一下鍵盤的任何一個按鍵 那在這邊呢 我們所看到的就是 在 電子發票證明連上 的這一個 Qrcode 它上面所包含的文字 我們可以看得到 發票的號碼 可以看到我們買的 這個品項是什麼東西 那按下確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 繼續的 來做 其他Qrcode的一個讀取